对农民来说,每年最关心的莫过于各种农作物的收成 有经验的农民都知道,每一季庄家的收成都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 除了各种人为因素之外,气温、光照、降水以及病虫害都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说到病虫害,农村的土地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昆虫 到了夏天尤其泛滥,不少都是不利于庄家生长的害虫 一种被农民称作土狗的动物也包括在其中 不同于农村散养的土狗,这种土狗的学名叫做楼姑 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地老虎、拉拉姑的别称,是农村一种常见的害虫 每年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楼姑就会经常出没在各片庄家地里 不管是在汉地还是水田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楼姑对农业产量的危害非常大 从每年5月开始活跃,就会不断地在地下打洞、啃食和咬断农作物的根部 到了七八月份羽化为虫的时候,又不断地啃食庄家的嫩叶 玉米、高粱和各种庄家的嫩叶都是它们的食物 被楼姑毁坏过的庄家轻则生长不良,种则根部死亡 给农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可是楼姑这种害虫不仅数量多,而且还会不断地繁殖 就连经验丰富的农民也没有把它们完全消灭的办法 这也让楼姑遭到很多农民的嫌弃和厌恶 不过近几年来,却有人专门到农村收购楼姑 所以每到夏天的晚上,不少农村的朋友还会专门拎着桶到田里抓楼姑拿去售卖 而且行情很不错 听一些农民介绍,一斤楼姑有时候能值上百元 这种毁坏庄家的土狗凭什么卖上百元一斤呢 楼姑这种遭人嫌弃的害虫,如今却成了一种抢手的美食 被很多人端上了餐桌 虽然闻起来有股奇怪的臭味 可是在一些美食爱好者看来 油炸过后的楼姑味道却十分香脆 再撒上椒盐和辣椒等调料,既下饭又下酒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美观 可是作为一种高蛋白昆虫 楼姑的营养价值却不小 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不说 还有人体所需的铁、钙、磷等多种氨基酸 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 如今楼姑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 甚至还有不少人愿意抢购 你有吃过楼姑吗 对她你还有哪些了解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